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21岁的小姑娘 她让我们帮她诊断是不是监月食药 局部图片没有发过来 但是发了一个外因真生物的一个病理报告 我们通过病理报告可以看到 她这个挖矿样细胞还是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明显 通过她这个图片结合她局部的症状 如果她再有一些不节信心围压或者是干嘛 那么诊断监月食药是没有问题的 她这个病理诊断 后面给她加了一个建议结合临床HPV检查 这个检查多半是阳性 所以说她这个诊断将于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